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在促进投资和消费方面 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作用有未重要 我们将详细分析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表现 内需与出口的动态 以及价格指数的变化 并探讨未来的政策走向和风险预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您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分析和评论一篇来自深万红源宏观团队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 六月PMI 凸显政策 加码必要性 文章探讨了六月份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的表现 并提出了下半年经济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方向 首先 让我们详细复述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 六月的PMI 数据显示 制造业的景气度较往年同期偏弱 具体来看 制造业 PMI 持平于 49.5 而往年 6月 PMI 平均回升 0.2 这表明制造业在 6月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季节性回升 反映出内需疲软对经济的压制作用 在需求方面 新订单指数回落 新出口订单持平 6月新订单指数下降 0.1 至 49.5 而往年同期通常回升 0.5 这显示出工业品的需求仍然承压 内需订单的下降是导致整体新订单偏弱的主要原因 虽然新出口订单持平 48.3 相对表现仍然较好 在内需结构上 房地产投资的进一步走弱 风险开始显现 并且商品消费依然偏弱 这导致建筑业 PMI 回落至 52.3 为 23 年 7 月以来最低值 同时 高耗能行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分别为 47.4 和 49.5 均处于荣枯线以下 然而 服务业的表现则相对较好 6月服务业 PMI 回落 0.3 至 50.2 与往年同期表现基本相同 航空运输 邮政 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仍然较高 但房地产等行业的景气水平偏低 在生产方面 内需疲软拖累了制造业生产和采购量导致库存上升 6月生产指数回落至 50.6 采购量指数回落至 48.1 由于生产指数绝对水平好于新订单 被动累库存推动了6月产成品库存指数上升至 48.3 价格方面 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拖累了价格指数 尽管6月中旬国际油价上涨 但其对我国工业品价格的影响存在实质 6月铜价和钢价的回落使得原材料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 分别下降至 51.7 和 47.9 展望未来 文章认为经济导优形进入下半场 政策加码是下半年宏观经济的最重要主线 特别是需要疏通经济传导 预计产业政策 财政政策和准财政工具 将在投资和消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以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推动期房竣工率上升 接下来 让我们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和评论这篇文章的背景和观点 首先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 6月PMI数据揭示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 内需疲软和房地产市场的疲软是主要问题 制造业PMI持平于49.5 而不是预期的回升 反映出内需依然不足 新订单指数和内需订单的回落显示出消费和投资需求的疲软 这一现象表明 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 需要政策进一步发力 从政策角度看 文章提到的下半年政策加码的必要性非常关键 政策的加码不仅需要针对短期经济波动 还需考虑长期结构性问题 文章指出 产业政策应重点推动节能主线 这不仅有助于绿色发展 也能刺激相关产业的投资和消费 加快财政扩张 稳定基建投资 并通过准财政工具稳定房地产市场 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措施 这些政策的实施需要精细化操作 既要保持经济增长 又要防范系统性风险 从行业角度看 服务业的相对稳定提供了一些积极信号 尽管整体经济面临压力 服务业PMI维持在50.2 显示出这个领域仍有增长潜力 特别是航空运输 邮政和金融服务等行业的高景气度 说明这些行业有望成为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 房地产和资本市场服务的低景气度也提醒我们 部分行业仍需政策支持以恢复活力 从国际市场角度看 外需的稳定对中国经济也是一个积极因素 新出口订单持平48.3 显示出国际市场需求的回暖 然而 伴随发达国家进口和消费的恢复 未来出口增速可能难以持续上升 因此 国内市场的需求恢复显得尤为重要 最后 从风险角度看 文章提到的外部制裁环境变化 地产信用风险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 都是未来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 外部制裁环境的变化可能影响我国的外贸形势 地产信用风险可能引发金融市场动荡 而政策效果不及预期则可能导致经济复苏进程受阻 综合来看 本文在详细分析6月PMI数据的基础上 提出了下半年经济政策调整的方向和重点 内需疲软 房地产市场疲软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是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政策加码 尤其重要 产业政策 财政政策和准财政工具的优化组合 将在稳增长 防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 今天的六度解析 特别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通过我们的详细分析和评论 您对6月PMI数据的背后意义 以及未来经济政策调整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皇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肉 就要表达哈尾晋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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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